大家好,歡迎你來到我的第一條關於攝影的片段,我叫Scoffield 為什麼我會拍一部關於攝影的片段呢? 而不是放在Album或Instagram給大家看,其實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為我今天沒有了,沒有工作 為什麼呢?因為今天出片下雨很大 我和朋友約了出去介紹,最後也取消了 我在家剛剛收拾完,上星期放假出去中上環演的照片 就有點無聊 我自己本身喜歡上Youtube看一些外國攝影師 他們介紹的心得,或者放一些自己的照片出來給人看 這些這樣的行為 我自己覺得香港比較少這些片段 會是拿著相機拍照,拍完照後回來講一下感受 然後就分享一些照片給大家看,看看有什麼得著 大家有沒有一些可以互相參考 互相去改進的地方 那我就嘗試一下做這個行為 看看是不是有人會看我這部影片 然後也會不會有人會給我留言 可能大家會認識到一個朋友 可能大家會認識到一個朋友 那車這個機會,大家以後會認識 就會出來一起拍照 那我自己喜歡的就是 介紹和行山都喜歡的 這部影片沒有畫風 一些什麼自己覺得很精彩 這幾年拍出來 其實是真的要分享的照片 其實純粹是很平凡的照片 就是剛巧經過和朋友 又是陰天下雨 那我就出去吃飯 那順便經過西華碼頭拍了十多張 那就想透過這部影片 就不是說問一下照片有多漂亮 放出來有多細節 我都不是一個專業執照的人 但是就想透過解釋和展示 那一張照片 為什麼會去拍 有什麼感受 拍的時候 那想嘗試用這個角度 看看會不會有人和我 是有同一種的所謂的喜歡 那我覺得呢 其實攝影就是一種 追求的東西 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拍攝的過程 我喜歡攝影的過程 喜歡和人與人溝通 在街上有什麼感受 那一刻我為什麼要拍這張照片 而大大重於是 可能放上去FREAKER 放大一張照片 看上去有多sharp 有多細節 有多細節 色調有多漂亮 為主 那我希望大家 看這部影片 都聽了我兩分多鐘 還會繼續看下去的人 希望你們給點意見 看看是否只喜歡這些類似的片段 或者可能大家 都原來自同道合 可以大家一齊出來 拍照 認識朋友 這一輯相 就是在西華碼頭拍的 我當時拿的是 Leica M240 加 G Simacron 50mm 2 去到 我發現原來西華碼頭 有一個遊樂設施 也挺新的 不知道是海濱改善工程 之前其實是不覺得的 之前我拿複視去拍攝的時候 好像那裡還在搭爬 還是我自己記錯 我跟朋友走進去看 也挺有趣的 那天這麼多大風 也有一些小孩在玩 玩水滑梯 那些父母 也在看著那些小孩玩 我覺得這個過程挺有趣 拍了幾張小孩玩的過程 旁邊也有一些叔叔在釣魚 那些顏色又適合到一個小孩 又是紅色 他叔叔沒有紅色 那我小孩也有紅色衣服 又加上一個藍色的小孩 在玩獨木橋 整個畫面也挺有趣 所以就拍了 就拍了幾張 比較好一點就是這幾張 另外 我們又進去了西華碼頭 也很禮拜 在禮拜的位置拍了幾張照片 那我的朋友是拿卡 有一幕我看到 那些積板的顏色很漂亮 那這個位置其實都是大家的位置 那我就抱著 因為我遠遠看到有個小孩走過 那打算讓他走過 即是拍下積板 做背景 那誰知道我朋友又不知道 我以為我拍他 我衝進去 結果又拍了這張照片 之後也是在禮拜的位置拍了一些照片 剛好我看到有一條柱 那條柱寫著 你有飛機杯 我叫朋友坐過去 然後拍下 然後大家一起笑 另外又拍下其他人 有些人看著貨櫃拍照 我嘗試拍下一個人和一堆貨櫃的對比 另外一位叔叔好像很紡梢 坐在暗的地方 在看著海 那我照片 我又拍下了他 另外 又逆走過 走到盡頭 遇到一個尼泊爾路 像印度路 包著頭,應該吃一覺 他們走過 立刻砍幾張 誰知走到最有型的魚乾 之後走到尾海連駟不停 kiss 我覺得整個情景很有趣,一個印度,一個漁夫,像香港開埠那樣的 又剪了幾張 之後走到尾,跟朋友坐在那裡吃風,看看有什麼影 走一走,又看到有幾個人仿狗,又有個叔叔在做神韻 加上釣魚的人,我覺得整個構圖很有趣,於是又拍下了 在臨走的時候,看到有某柱,寫了很多心心,我猜是別人打卡 拍照打卡上不知為何有一個圖改翅在褲子裡面,拿出來寫 寫一寫,我看別人寫,看看有沒有粗口 看看,看到對面有一雙情侶,在那裡自拍 然後我就拍了這張照片 最初拍到一個大光圈的,人形成像一堆東西一樣 這個收細了一點光圈拍的 之後呢,其實拍完這幾張,都沒有什麼特別的了 我跟朋友坐了一會,就打算坐電車去銅韓灣逛街 我最後也給了幾張,我在電車拍的照片給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繼續看我的照片 或者看我平時街攝那些照片 可以告訴我,或者讚好,或者上我的Instagram PM我 這個就是我的Instagram 如果真的有興趣的話,我才會再拍一些平時街攝 覺得是比較漂亮的照片 就不會像這次那樣,很普通的一部片 就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大家浪費了六、七分鐘看我這部片